我們來看看 那麼現在有個國家 正在跟通膨對抗 這也是一場大戰了 這樣的一個大戰 這要怎麼贏也很辛苦 日本 日本一個通膨 你就覺得 他們以前通縮那麼嚴重 但現在他們要抗通膨 怎麼抗通膨方法 要大加薪 因為薪水真的不夠用了 我們來看到日本的工會說 要要求加薪 百分四點四九 這個是也算是 很大規模的一個要求 一九九零年以來 他們要求最大規模的加薪 那其實有一些公司 已經幫他們的員工加薪了 包括像豐田 他們底薪是二十年來最高 任天堂要加薪百分之十 另外像本田汽車 加薪百分之五 另外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這最大手筆的 UNICRO的母公司 最高幫他的員工 加薪四成這麼多 日本從通縮變成了通膨 現在大加薪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人才 都要被其他國家挖光了 現在的日本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趕快問問世從哥 對 沒錯 事實上我才剛從日本回來 我覺得我滿有感觸到 日本真的不一樣 為什麼這樣說呢 事實上日本最近一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物價真的在漲 譬如說我們原本去 以前幾年前去日本 覺得那個便當都很便宜 什麼現在其實已經慢慢 很難找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百元商店 其實也越來越少了一個情形 那特別是因為去年一段時間 我們要從 我們一直在節目上講 日元貶值的關係 再加上國際的原物料一直在漲 其實日本的通膨開始已經起來 日本 我們這幾天去日本的時候 其實他們節目上都會講到通膨 通膨這幾個字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根據日本公佈了 這個一月份 二月 一月份的CPI 他CPI是四點二 比台灣還要高 然後從去年 去年十一月十二月 都是四點多 四點說 他們都說這是四十一年來的最高 也就是說日本能感受到通膨的 這個壓力 那通膨當然你薪水沒有漲 某些程度你就是薪 你就薪水扁了嘛 所以在今年的春 他們有一個叫春豆 春豆就是春天的時候 我們要談這個 今年的這個加薪幅度的時候 根據日本公會的要求 平均你至少加薪幅度要四點五 那當然這是最少四點五 所以你要往四點五往上加 那第一個公司當然是UniClo UniClo母公司訊銷就說 那我來加薪 他第一個說我加薪幅度最多四十趴 那原本二十五萬五千日幣來說 調到三十萬日幣 再折合新台幣是七萬塊左右 那任天堂也說那我要調漲 那底薪要調漲十趴 那本田汽車就說 那我跟公會達成 就調漲五趴左右的這個數據 那豐田來說的話 就調漲九千三百七十日幣 折合新台幣是兩千一百塊左右 那好 為什麼這樣說 我剛才講 日本的CPI是四十一年來最高 但是你知道 如果我們用年薪來看的話 一九九一年的這個日本人的年薪 是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六塊美金 那到二零二一年 也就是到前年為止來說 是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一 其實幅度不到五趴 三十年 對 不到五趴 那如果我們用G7的一個平均數字 像法國 德國 英國這些 他們漲幅至少是 約莫是三十四趴左右 所以他等於是 他的薪水跟人家差異很大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我講 他們物價真的很貴 在二零二年的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們這個產品幾乎是 兩萬多件產品 平均的漲幅大概是十四趴左右 其中也又以什麼漲幅最大 就是外食 他們很多東西 吃的東西 都漲幅度非常非常的大的一個狀況 那也造成什麼 造成煤戶的 每個家庭裡面來說的話 他光是在這一年裡面來說 他煤戶的多增加的支出 是六萬八千七百六十塊 折二薪來幣大概是一萬五千塊左右 所以對他們來講 他們不得不這樣做 三十年來加薪只有百分之五 但過去一年的物價就漲百分之四 所以實質上減薪很多 對 所以他們現在沒辦法 一定要加薪 好 那事實上加薪是對日本本土的人事加薪 但是對日本的年輕人來講 其實我們台灣年輕人 也在幾年前 我記得大家都很喜歡去澳洲度假打工 那時候也出了非常多的事情 好 那現在這個風期在台灣 好像有點比較消散 反過來現在是日本人 日本人他喜歡去海外度假打工 對 像他們現在就是說這個澳洲 澳洲的這個打工度假的 這個日本人在二零二二年的時候 年增大概一倍左右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熱衷呢 因為我剛才講到 日本的平均的這個薪水 其實你不要以為日本平均薪水很高 他大概一般上班族的起薪 是三萬三到四萬五左右 那如果你到澳洲去打工度假來說的話 你隨便找一個這個工時 可能你也要稍微這個辛苦一點 但是你一個月可以賺到六點七到十八萬 如果你真的每天都加班 可以拉到十八萬 所以這個幅度是相當大 所以也就是說 對日本年輕人來講 他現在也發現到說 去海外打工度假 可能是可以獲取第一桶金的一個好機會 那當然對於一些所謂的 專業人士就不一樣了 專業人士譬如說像一些所謂的工程師 或是有一些技能的人 他現在就想 那我幹嘛留在日本 我去海外做就好了 所以他們現在等於是說 你現在要找的外籍勞工 其實都有一點難度 因為相對而言 日本的這個起薪 或是說他的這個漲價幅度都比較低 很多還寧願去香港 不願意來日本 而且日本本身 他對外人其實有點排斥 所以這樣變成說 外籍勞工要進去 都變得非常困難的一個局面 但是我去我覺得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 日本人的確 他們本身本土 對於他們自己的經濟 都沒有很看好 這反而是外資 我這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帶人家去投資 然後就碰到一些外面的 包括說有中國的旅客 然後有香港的旅客 大家都看好日本 所以他們反而是覺得日本很不錯 就說他們日本 覺得日本很便宜很低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連日本的那些 這個仲介都說 你們是真的看好日本還是假來看好 他們都很懷疑 那我看到什麼 因為日本他今年 他有很多這個 這個所謂護照上面 讓你Stay 他就是說他現在歡迎 譬如說留學生 你在你是全世界100名的學生 你可以到日本找工作 以前你到日本的話 只能夠停留幾個禮拜 他現在可以讓你停留三年 你可以在那邊停留 你停留九點 放寬那個居留的條件 那你在那邊 而且他現在也對著很多專業人士 都放寬條件 所以某些程度他也知道 現在很多日本人要往外跑 但他要吸一些專業人士進來 所以日本的這個移民政策 在這一兩年 他會變得非常的寬鬆 但是有很多措施搞不好都會開放 所以就變成說現在是 這就是一股他們要出走 跟他要拉人進來 看這兩股力量怎麼拉扯 就可能攸關日本未來的發展 對 所以這個日本在這一兩年 應該也是他們國運 很重要的一個轉折了 我們再來持續觀察